大家好,我是雅馨,欢迎收看艺术史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自己呢 他本身是一个没太有主意的人 其实他明明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可是每一次不管是大决定还是小决定 总之这个做事之前吧 他都喜欢去问一问别人的意见 听一听别人的建议 而且不管是大事小事都会去问 那么这样一来呢,时间很长 不光他自己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好 而且呢,身边的朋友也觉得负担很大 他很想改变这种现状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很苦恼 其实听了这位朋友的话 我想在生活当中这一类人应该不在少数 当你很自信地表达出自己想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反对你 当我们向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提出要求的时候 那么总会有人站出来拒绝你 可能一次两次还好 但是时间长了 我们就开始慢慢地怀疑自己 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 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值得去肯定 于是我们就不愿意再去多说 也不愿意多做 那么慢慢地我们就会失去自信心变得自卑 而这种情况是不是跟刚才那个 人的情况有一点相像呢 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是过于自信 一是过于自卑 太自信的人你会过分地高估自己 眼高手低 整个人后来就会飘上了天 而太自卑的人呢则会变得很卑微 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 《处世玄境》里面说 遇成事必先自信 遇圣人必先圣己 只要是你自己自信了 那么谁也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自卑 自信者常沉着 它是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自信者不宜人 人亦信之 你只有自己信了 我们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 况且金无足尺人无完人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即使再完美的人 也总会有缺点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用一直执着于自己的缺点 而是我们需要找到自己身上的那个闪光点 并且把它放大 坚持持续地去做它 当然自信不一定是要被肯定 而是允许自己被否定 被否定就注定了 我们会有可以改正的地方 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而慢慢地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人不必悲观 不必自卑 因为再完美的人也会有缺点 缺点再多的人也会有闪光点 你要自信 因为你与众不同